大家好 我叫Daniel 歡迎你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這是你第一次看見我的影片 記得關注我的頻道 因為我的頻道會說更多慣於謊言的東西 而我會在每個星期三播出我的短片 有任何疑問可以在留言區下留言 我會盡量回覆你 而今期我剛才會說的就是 北海的歷史和北海方言歷史的變化和演變 首先呢 我喜歡說的就是 北海 北海就是 位 位於 威省的 北部 而威省是 馬來西亞 第二大的 城市 OK 這個 這個 北海 是 包括 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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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 空間機重 還有 慢慢地 工業區 OK 北海人口超過7萬人 佔整個威省的8% 而大多數北海都是華人 超過50%是華人 北海這個名字 英文就叫Batterworth 這個名字是以當時總督William John Butterworth的名字 在那陣子之前北海是叫巴根 而現在也叫巴根 一個叫英文一個叫馬尼文 在1855年前的北海是漁村 所以當時是以農業為主 而在1894年前 北海要過海也要過那班城 是要撐船的 因為沒有渡輪 直到1894年過後才有渡輪 而過6年後 北海有一個火車路 通往更遠的路程 而北海是從北內河 北內河連接這個 東京北海是從北岡年車 東京還有北岡海瓦 左北的北岡海的地點 因為當時在1965年的時候 這個Bright的冬菇橋 當時的工程部長 和當時的首席部長 陳巴丹先生和王寶蓮先生 是戰賽的 OK 而 發展 開發前的 這個 Pright 是這個 夜園 OK 嗯 而說到這個麥曼然 麥曼然的工業區 是在 1961年 創立的 成立 建立的 1961年 而當中 是有很多 工廠在裏面 包括 糖果廠 蚊香廠 燕麥廠 也叫麥曼廠 還有 電磅廠 其他也有很多 這些是比較 嗯 歷史悠久的工廠 OK 而 在 1974年 這裏面 濱城政府 就 從 濱島 亦是 Georgetown 的這個 碼頭 轉過來 北海 變成這個 商園 這個 商園碼頭的 這個 碼頭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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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個就是 北海的 歷史 OK OK 下一個 那個就是 北海 方言的歷史 OK 80年代 之前 是 在北海 是有 不少 台山人的 所以 當時 是有 很多人說 台山話 OK 但是 嗯 由於發展 還有 嗯 發展 開始 越來越多 到了 80年代 90年代開始 台山話 就 台山 話 就 獨 在 北海 少了 而 今時今日呢 在北海 就 真的很少聽到 而 在北海 就 變成 福建話 OK OK 因為 90年代開始 90年代開始 北海 就越來越多 這個 福建人 潮州人 湧進來 而 台山人 就遷移 所以 台山話就越來越少 所以變成 台山 現在就變成 越來越少台山話 啦 OK 嗯 那麼 今期呢 就 告一段落 OK 下一集呢 我就將會說的就是 大 山腳的 歷史 以及大山腳的 謊言的歷史 OK 敬請留意 多謝